好 我們就從這張 從這個 summary 上一堂課講到這個部分 就是說推算 做了一個公式表 也就是說 一般來講 孟德定義呢 他一定不會再考什麼一個 性狀那種 那麼簡單的題目 在考試券上 所以說呢 他一開 他基本款 一考一定就是這種雙性狀的 各位一定要記得 基本 考一定是考雙性狀 那雙性狀的話 它最重要 其實 當然啦 他如果說很多 就是 不管是三個性狀 或四個性狀 以上的 如果是這樣 他絕對不會考你說 要去畫出這個什麼 九宮格 或是這個pana square 這種東西 所以說 他有一些有公式 一般這些公式呢 其實就是 對付那個 如果說他跟你講說 那個性狀 有一對 兩對 三對 四對 通常三對以上呢 他就會考你要記得這些公式 包括說配子數有多少個啊 或是種類有多少個 那這應該都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前面有在講 像這裡就有提出來說 異形盒子 它的這個盒子 它的配子數呢 就有四種 所以說 就會四四十六 就會形成所謂的 十六種的一個格子 那這十六個格子裡面 當然 你的性狀一樣的 你就把它歸類 歸類起來 你就會發現說 他有一個比例 就是所謂的 我們在講說 第二個會考的部分 他一定會考你Phenotype 是有哪些Phenotype 然後Phenotype 比例是多少他還會考 就是九比三比三比一 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 這個好像有點小 好 那你們 除了這個比例之外 後面有Phenotype 是什麼 是黃的 圓的 就是這種 或是黃的 皺的 那你就會根據他是顯性 隱性 可以去計算得出來 好 那 通常 如果超過三個性狀以上 三個性狀以後 它也是會去考你說 請問一下它的 它的性狀有到底哪幾種 所以說 我們性狀哪幾種 那當然 有時候我們要畫這個格子就很困難 所以我們要用所謂的數字法畫 數字法就是說 說它這個 A A B B C C 這種東西 那你就要去算說 A 要怎麼樣 然後這就是小顯的 因為這是顯性 隱性 可是它 因為它是獨立分配 這個分配完了 才這個分配 才去這個分配 所以它這邊了以後 又會對到顯跟隱性 這邊又對到顯性跟隱性 你就是這樣去算 它就可以算出來 它的這個好幾個 比例 就是所謂的性狀 到底是什麼 然後你也可以從這比例裡面去得到說 它到底是RATO 是多少 OK 比較難的部分就是所謂的 genotype 的部分 因為genotype 為什麼我們說 有時候會說比較難 因為你想一想 我們光是看這一個性狀好了 它所謂的 它雖然說顯性的 它這邊是 3 比 1 可是你知道這個 3 裡面其實 蘊藏了兩種 genotype 一種是大A 小A 大A 大A 一種是大A 小A 因為它兩個都是呈現顯性 它有所謂的加法 加乘性 對不對 就會形成說 其實 genotype 是有三種的 1 1 比 2 比 1 因為顯性的是 2 加 1 OK 所以說就是因為有這樣子的一個困擾 所以說 當你如果說到三個 三個性狀的時候 其實就會變得非常複雜 因為這 27 種你就會 沒辦法用一個一個去畫 因為畫你就會畫很久 所以通常呢 只要是三個以上 一定就是用所謂的獨立分配 所以像我們上次呢 也跟大家講說 如果是這個跟這個 A B 不一定是 一定都是 heterologous 有時候它是大B 大B 或是大C 大C 如果是這樣的話 它一樣你是獨立去做 獨立去做說 先把這個 A 在 B 在 C 那你看看 大B 大B 對上大B 小B 一定全部都是顯性 就不可能有隱性的性狀產生嘛 就是這樣去算 但是有沒有可能 它的絕容台會出現是這樣子 當然有可能 但是有沒有可能出現這樣子 就不可能嘛 所以說這個東西就是說 他們在考試的時候 大家都是這樣 我不曉得你們高中的時候 有沒有考過這種東西 但事實上 其實我看過高中的課本 其實是有考過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 哇塞 高中考那麼難 所以我們大學當然 不能考太簡單 所以我們通常都考三個以上 或四個 四個那個這個 性狀 然後去算 那大家就會 就要考你說 是不是真的很懂 才有辦法去算出這個 好 那 我這邊就是 再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 Venotein假設 它要考你的是 是一個這個東西 它可能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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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是什麼樣的 假設這邊的話 你知道 Venotein有的是 Yellow跟Run 就是在這邊 可是請問一下 這邊九個 這邊的 九比三比三比一的 這個九 到底是誰貢獻的 你可以看到有 大大大小 都可以貢獻它 所以它可能 它可能就會問你 請問一下 大G 小G 大W 小W 那你就要去算 這個 如果說獨立分配 這個是佔多少 這個 插開以後 這個是佔多少 這個是佔多少 然後去算 各自的 大家應該是 應該是 就是 就去算 然後用成績的方式 就可以算起來 應該是 四分之二乘四分之二 就是二分之一 因為這個Hetalive 所以這個佔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得到這樣的機率 所以算起來就是 十六分之十 可是這個是屬於顯性的一部分 四 然後這裡是顯性 這裡是顯性 這裡是顯性 所以加起來才有九 大概是這樣的算法 如果說有三對的話 也是這樣的算法 我想 這個就是一個簡單的 一個圖表 讓大家知道一下公式 是這樣 好 那我們上次從這邊 已經就開始跟大家講說 其實他發現了之後 經過了大概三十年 才會被人家慢慢的發現 這些人就是後續的一些 跟隨者 應該也不能講跟隨者 應該也不能講跟隨者 因為同時間有人在做 然後最後就發現說 好像這個理論 並沒有那麼扎實 那我們今天其實要講的 下一章 其實就是他會講說 為什麼當初做起來 會有很多 跟夢德定律不符合呢 其實下一個章節 就是告訴你好幾個例子 那些都跟夢德定律 不是很符合 所以它叫做extension 什麼叫intention 就是夢德的延伸 那一定是 Based on夢德定律 然後再去延伸 那怎麼延伸 我們下一堂課 會跟大家講 那在講之前 其實就像我跟妳講說 植物是持熊同理 可能沒有太大的問題 可是動物呢 會有所謂的公母的問題 那公母我們等一下 也會跟大家講說 到底問題在哪裡 但是呢其實 就是那時候 大家開始有些人 用動物來做 就發現說好像不是很符合 當然也有某些部分是很符合的 像這個例子 它只是說 有發現說動物呢 也有某種形狀 是符合它的一個夢德定律 所以才開始 開始被慢慢去接受 那當然 這個就是剛才我們講的 Hugo Hugo這個人也是生物學家 他也是 也找了很多形狀 那這邊其中一個 到底是不是9比3比3比1 所以說 後來 大家有去算一算 以後我就先問一下 那這個 最後符合9比3比1嗎 不符合 大家認為符合的舉手 沒有啊 不符合的舉手 OK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講 其實就是要跟你講 你怎麼知道不符合 我覺得順目很接近耶 好像是10比8比9比1 這樣為什麼不符合 OK 所以說你要怎麼告訴我說 我這個東西是符合 符合這個夢的定律的 你要怎麼去 去說 證實 你們已經有 有些人有做過應該就知道 如果沒有 或是說有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如果沒有人舉手 OK 可以 OK 利用卡方檢定 那我很多人可能會不知道 什麼叫卡方檢定啊 所以你的想法是說 利用一個統計 卡方系統統計 利用一個統計去推算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OK 好 就等於說我們利用 統計學的方式去證實 那統計學告訴我們 各位 有時候它顯不顯著差異性 不是你說了算 統計學家會有一些分析方法 告訴我們 這個有多少的可信度啊 你們有修過 大家有修過統計學對不對 非常的複雜 非常的難 我到現在其實也都差不多了 但是我只記得很基本的幾個 什麼 P小於0.05啊 或是P小於0.01啊 之類的 這些顯著差異 或者是說 你可以用Excel去算 那就 應該基本上 好像還蠻夠的 好 那我就跟各位講 當你不確定 這個是不是 是不是符合你的 所謂的 預期 或是 我們就要用科學的方法去驗證 那統計學其實是一種科學的方法 那當然這些方法是統計學家他們 或是數學家他們漸漸去發展出來的 如果像孟德爾時代 孟德爾時代有這種的統計學家也沒有啊 所以說他們只能講說好像不符合 可是他們又說不唱來說到底怎麼不符合 OK 好 那我們等一下會去 會來算這個 好 那我們接著呢 就進去 進來開始說 其中在孟德爾定律之後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理論被發現 很多很重要理論就是 Chromosome的Theory 就是染色底的學說 那染色底的學說 怎麼會被發現的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的發明 是什麼 應該講說比較高品質的什麼東西 對比較高品質的顯微鏡 其實早就有顯微鏡啦 只是說這個時候 開始機可以放大倍率到可以看到染色底 了解嗎 所以這個時候呢 其實一些生物學家已經可以在顯微鏡下 看到這個細胞分裂 甚至呢看到這個染色底 condense的狀況 所以呢 也就是因為這樣 他們就發現說 欸好奇怪喔 這個染色底的分離呢 怎麼好像某種程度上 跟孟德爾的定律有點相符合呢 那是哪個地方相符合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是要講什麼意思 孟德爾理論 其實就是要告訴你說 孟德爾的第一個 他的理論是什麼 一開始如果說看到這個 他主要是要跟你講什麼 不不不 一開始還沒有 我只是跟你講說 欸你看到這個圖 你會看到分離率嗎 沒有 不是那是什麼 同源染色 同源染色 你會配在一起 好像也沒有那麼對 等一下 我意思就是說 欸如果你看到這個圖 你會想要什麼 因為很重要是 有時候我們現在 是因為你已經知道這個理論 所以你可以用你 你知道的答案去講 可是萬一這個是新的東西 你完全不知道呢 你就必須要follow課本上 或是說他告訴你的什麼 你就去理解他 所以我要訓練大家一個 另外一個能力就是說 你在讀原文書或怎麼樣的時候 你有時候要能夠去讀他的 書的這個意義 然後再去對照你原本想的 對不對 好那你剛剛要回答 你覺得看到這個圖 你第一個想要是什麼 蛤 顯影性 OK 說顯影性可能又有點過 但是 其實是沒有錯 也就是說 他的基因是成對出現 成對出現 有可能是都是顯性 但是就是大A大A 或是大A小A 顯影性 OK 或者是說成對的染色體 是配合在一起的 這個就是 對有基因的概念 所以這個很重要 我們還沒有開始講到分離率 所以當你看到 第二個的時候 或是第三 第二個的時候 你才能夠去想 他的一個分離率的出來 所以說從第二個 你可以看到 或是第二個跟第三個 其實你可以一起看 他就是對照說 他有發現他有分離率 那我跟大家跟各位講說 如果說叫你講分離率 其實你就是要跟你講說 那個基因 這個顯影性的會分開 對不對 會大A或是小A 對不對 這個東西 然後另外一個 最後這個部分 看到這樣子 大 大 大小 小大 或是 或是 應該是大大 跟小小 跟大小 小大 這樣子配在一起的感覺 符合孟德爾有什麼定律 符合孟德爾有什麼定律 給你先 OK 大聲一點 自由分配 OK 自由分配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說 有時候我們在問你問題的時候 不會很簡單問你說 啊 孟德爾有發現什麼定律 這個這麼簡單 他有時候就是出一個圖 讓你講 請問這個圖 可以解是什麼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尤其我們學生物的 有時候我們看到的都是data 都是圖像 請問你如何從圖像去解釋成你的 這個原理 或是你的那個 這個公式 這個是非常重要 所以各位 你千萬不要只是 在背這些文字 然後就想說 啊這些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 有時候我們學生物的時候 要去看一下他圖 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好 那這只是給大家參考了一下 有一些 這個ratio 可能大家要背 Phenotype 3比1 Genotype 1比2比1 或是Phenotype 9比3比3比1 這個是四焦 四焦 因為用隱形的去配 然後得到這個 這個比例 1比1 1比1比1 這個都應該大家可以知道 然後我們在講說 我們上一唱 還沒有講完的部分 就是有一個機率的問題 那機率的問題 其實大家可能 或多或少都選過 我們這邊呢 其實只是很簡單講 講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成績 就是Prada的一個 就是相成的成績定律 另外一個就是加法的定律 那成績當然就是獨立事件 就可以用成績 就可以用成的成的成的 對不對 大家應該很知道 那如果說這個東西是不相 都是一個一個的事件 這個整個事件可以最後 它的總的機率是多少 它可以是可以加起來的 這個東西其實大家應該 我覺得啦 孟德定律的機率是非常簡單 比起以前我們算的那些 高中算的那些 微積分那邊的機率 真的是太簡單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就很快可能就帶過去 剛才我講的一個 product law 或是你們這邊 就可以稍微看一下 英文是怎麼樣 它只是說正反正反的 這個概念 硬幣正反 包括說 一個 如果說 只兩個 兩個都是 是正面的機率有多少 或是兩個都是反面的機率有多少 大家都知道 如果值一次是二分之一 值兩次就是四分之一 這個就是相乘 但是呢 如果說值一正一反的機率有多少 值一正一反的機率有多少 你就要記得喔 一正一反有可能是 是要兩個加起來 因為它在世界當中呢 第一次你可能指出正 第二次是反 所以說第二次結束反 第二次是正 所以說這個是可以加起來的 所以就 就有所謂的 加法律 就是sum law 在這裡 好 那這邊有幾個例子 這個例子呢 看有沒有誰要來知道 說 如果說你抽出一個 一個 紅心A 幾率是多少 紅心A 幾率多少 用科學的方式 不能以你 以你賭神的這個角度來講 幾率是百分之百 幾率是多少 五十二分之一 為什麼 一副牌五十二張 一副牌五十二張 沒有沒有 好 你看喔 這個是以你們用的方式 那你如果說用數學的算式 你要怎麼算 A有四種花色 然後你要指定紅心 所以四分之一 OK 四分之一的 四種花色嘛 然後A有 A在五十二張也有四張 OK 五十二分之四 五十二分之四 好 這個是一個 就是很標準的 我們把它套入一個公式 我們一副牌 有五十二張 大家都知道 那請問A有幾張 A其實有四張 對不對 可是A的四張裡面呢 又有四個花色 所以說四個花色呢 四分之一 所以依照這種 所謂的 這個幾率 如果說這種事件來算的話 它兩個 是一個獨立的事件 所以你可以去把它 分開來去相成 然後最後得到這個結果 那當然 這個就是一個end的概念 所以我們接下來另外一個 就是說 如果你抽到一個s 或者是一個hot 那如果說按照我們剛才講 一個hot 幾率是多少 是四分之一 對不對 知道s呢 五十二分之四 可是它是一個中間 是一個or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他們 各位 你抽到這個hot的時候 有沒有機會 跟這個s是同一張 有沒有 有 所以會怎麼樣 所以你要去扣掉 那這個各位 如果叫你們畫圖 你們會畫嗎 就是兩個圓 中間有overlap 其實這個東西 常出現在你們的數學算式 或是說你們的生物裡面 常常會出現 好 那就是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說 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抽到一個s 或是一個king 同樣的 這個也是佔了五十二分之四 這個也是佔了五十二分之四 只是請問他們中間 會不會有overlap 不會 對 所以它的概念就是 就是這樣 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PA跟PB 其實是交錯 交差是等於零 這只是給大家一個概念 各位 為什麼你們要去看一下 這些數字 我告訴你 你們覺得數學很簡單 那把它換成英文 你就不見得會了 那為什麼要跟你講說 換成英文 因為你們如果說 有機會要出國留學的話 數學是會考的 因為GRE 就是說你要考初學 這個研究所考試的時候 要考一個所謂的GRE 就是GRE就是研究生的一個測試 所以說美國人也要考GRE的 但是美國人數學普遍不好 那我們普遍是英文不好 所以說這個數學呢 你要 可是你說我數學會看不懂 所以那時候數學呢 就是要把它拼命的 把那些單字看得懂 很多我們是因為數學看不懂 而不會寫 了解嗎 所以說大家如果說 如果說這個有機會要出國 出國的時候 你也要去注意一下這個數學的考試 好 那你們有沒有 維基貝有沒有看過 有看過英文嗎 看得懂嗎 那都是很簡單的字對不對 可是它組起來你就看不懂了 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就是這樣的概念 很多次都覺得 你就會覺得這些字都懂 但是變成數學用字 你就看不太懂了 那這個就是要去熟悉 熟悉有些字 用在英文 用在這個維基 或者數學上是什麼意思 就像我這個adaptive rule 其實就是加法那種概念 可是你要是用在普通的話 它就叫做加成 或是說加法就是增加的概念 你沒事不會起來認為說 這個是跟加法有關係的 但是在數學上 你就要去改變他們那個 你們心中的想法 然後另外一個 我們剛才講的都是一些事件 有沒有這個結合在一起 其中一個很特別像 叫做conditional probability 就是所謂的條件機率 什麼叫條件機率 有條件的喔 為什麼機率會出現有條件 什麼叫做條件式機率 發生在怎麼樣 發生在怎麼樣 OK 也就是說 其實這樣 他剛才講說 發生在有另外一個前提之下 換句話說 就是說 其實這兩個事件 不是獨立事件 它會互相影響 就是這樣 那剛才講的是說 你後者要發生呢 其實你要看前者有沒有發生呢 你後者就會決定前者 就像是我們現在的總統大學一樣 這個一定都有條件 怎麼樣的條件是怎麼樣 怎麼樣的條件 非常的混亂 大概就是這樣的概念啦 好 所以一直有人在講說 機率 萬分之一 在數學上 是一個怎麼樣的狀況 幾乎不可能發生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但是在政治學 萬分之一代表什麼 一定會發生 因為既然搞到這個機會 其實這個機會就是 開後門的概念 所以這是開玩笑 但是 實際上也是要跟大家講說 那個 這個條件是機率呢 其實就是 就是說 這兩者互相有 Depends on another 就是會有一相依賴 那在這裡面 最常見的一個 一個 就是說 例子呢 就是所謂的 生男生女 那生男生女 就是 的概念 因為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假設我今天講說 生 一男一女 生一男兩女 那你前面生過一個男的 你後面兩個 全部都被限制住了 各位了解一下 假設我今天說 我要生 生的是 是一男二女 的這個機率有多少 結果呢 你今天第一胎生的是一個男的 你後面是不是全部被限制 是只能生女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表示說 它 總取起來的機率呢 是會被限制住的 那要解決這個問題呢 其實 數學家已經都替我們想好了 就是用 所謂的這個 這個 這個A加B的N次方等於E 這種二相式定義 我沒有 我其實我沒有要講還很多 我只是跟大家講說 這些都會出現在我們的 那個 這個機率的 生 就是 這個 遺傳學裡面 好 那這個就是二相式的概念 好 這個當然啦 這個二相式其實 二相式展開可能大家都有背 1 A平方加2AB加B 或是說 1331 這個1464 那你就記下去 所以這個叫做一個叫Pasca三角形 大家應該知道 那中國的數學家呢 中國就一直不想用Pasca三角形 所以說你要是看到說 他們叫做楊輝三角形 楊輝就是 就是應該是古代的人 他發現了這種 這種三角形的定義 就像畢視定義 其實在大陸也有人 更早就發現這些 這些 應該說中國更早就發現這些定義 那這就是 這個 這個 有沒有發揚光大 好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要來 給大家練習一下 如果說 一個機率 升 這裡 這個題目是在這裡 直接把它拿開 不對 不是把它拿開 這個就是題目啦 這就直接是題目了 好 這個題目是什麼呢 請大家拿筆出來算 算出來的時候 趕快上來寫 就是說 一個family呢 有四個小孩 其中兩個是男生 兩個是女生的機率有多少 兩個是男生 兩個是女生的機率有多少 一樣六組 六組同學 各位 我已經想過 我已經跟各位講說 沒有那麼簡單 就是二分之一 二男二女 二分之一 那就死入一條 有些人可能就開始 用 用一些 這個 這個二項式定理 有些人可能就是用那個 數字法 去計算 著名你的組別 確定是這樣 來 快點 你們同組可以討論 然後 想到了 就上來寫 六組同學 其實這個我在講義上有嗎 有沒有出現 有沒有出現 有沒有出現這個題目 好像有 好嗎 請注明你們的主編喔 好嗎 好嗎 對 我覺得 有些人 會有些人 發生了 不是 運動 那麼 有些人 可能 會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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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集思广益真的蛮厉害的嘛 几个了几个了 一二三四五六 好六组了 你可以留下来等一下讲解 要不要等一下留给你讲解 对啊 没有位置了 来来那起来这边起来这边 哈啰 好 上面 你们多久没有算阶层 多久没有算西式取二了 哇 这么精实 然后呢你真的是土法练钢OK 好 再来 继续 这什么意思呢 四男 四女 四女一种嘛 一种 好 所以为什么是十六分之八呢 十六分之六呢 所以是四 这六是怎么来的 我看不太懂这个耶 我不晓得你这个算是什么啦 我不晓得你这个算是什么啦 诶 这个不错 来画这个 这样我把你做什么 好 好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 诶 这个题目好像 如果说 一开始你可以土法练钢 就用这样的方式 怎样做呢 反正 第一个你有可能生男的 或是生女的 你就想一路画下去 那最后画下去以后 你就知道说 这里的几率是多少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十一 六 总共十六种嘛 对不对 那十六种之后 你再去找那个 是二男二女 就把它圈起来 圈起来 圈起来 那你就会发现说 是有多少 OK 所以这边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总和 四个男生 四个女生 三男 一女 二男二女 一男三女 就后来它的 你会发现它的 ratio 就是1比4比6比1 是这样 那至于说 这个最后呢 你要去看它的这个 这个 二男二女的那个几率呢 其实就是 才从这里面 西式取悦 其实就是这六种 就是这六种 那你看 它有可能是 就是 一二胎 一三胎 一四胎 二三 二四 三四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其实就是西式取悦 最后得到的这个结果 是这样 所以是四階二階 四随二階 这个其实 应该也要 还有一个除吧 就是这样吗 OK 我已经很久没有去算 算这个 四階二階 四减二 OK 好 那这个是一个 基本的图法链钢的方式 如果说你们对基率 比较有概念 就是用西式取悦的这种方式 好 那同样的比较难的 可能会像说 如果说是一男三女 是多少 那你如果说要 这个是胎翁公式 p等于6 6是多少 6就是它的那个 pascar三角形 那个6 6的二分之一 因为基率是 二分之一的四次方 所以说就是 6乘以 三十二分之一 三十二分之一 是不是 十六 十六分之一 OK 那你可以看一下像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 就是想说 最主要就是它的 A加B 主要就是说 因为它有四个小孩 所以说是四个 那排列是这样的话 就变成 146 4 1 那它的这个 p值呢 就等于说是 基率二分之一的二次方 或二分之一的二次方 就是中间这一个 二男二女 其实二男二女 就是这个 如果三男一女 或是一男三女 就是在这里 还有前面的这个参数 OK 是这样 所以它的公式主要是 是这样 OK 好不好 这就是条件式几率 要用到二项式定理的 这种展开 然后来去算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这个还还蛮参考的 因为最主要是 条件式几率 大家会觉得说 不像你想想像的 这样这么简单 它会有一点变化在里面 所以你只要记得 这个公式 然后帕斯卡三角形 它应该会给你 然后你就 可以去套入这个公式 这几率 好 那 最后一个 我们就是要讲这个 Ki-square Ki-square 其实很多人会讲说 Ki-square 是在干嘛 你这边其实最主要 就是要知道说 Ki-square 其实就是来 测试 Hypothesis Agree with experiment or not 这个好学术喔 你可以用简单的话跟我讲 Ki-square 是要来测试什么 用一些比较简单的话来讲 它这边是讲说 Hypothesis 有没有跟实验值 有没有混合 那这个有时候 听起来好像还蛮饒口的 你如果说就你来讲 你有什么解释 Ki-square 的运用方法 可以后面先好 好 来 观测值有没有 就是适合 就是符合 期望值 观测值 有没有符合 期望值 OK 有没有补充的 你也是这样子 的想法 OK 好 你们这边其实讲到 几个字 一个是观测值 观测值 其实我们可以讲说是实验值 对不对 实验嘛 实验值 那期望值呢 期望值其实就是 我们所谓的Hypothesis 对不对 你预期是 预期 预期是这样 可是你真正实验结果是这样 OK 所以我们现在讲说 原来Ki-square 是用来去 去检定 就是说我到底 我做出来实验结果 跟我的Hypothesis 到底我不符合 好 那要怎么去 去算呢 所以接下来就要讲说 一般来讲 有没有 Agreed with 其实就是有没有符合 那请问一下 有没有符合 你要怎么做 请问这个值跟这个值有没有符合 你认为 如果说完全符合 应该怎么样 如果完全符合 如果完全符合 是这个数值等于这个数值 对不对 或者是这个数值 减这个数值怎么样 数字 大还是小 这个减这个数值以后 大还是小 其实就是这个等于0 所以说 所以说其实就是数值要小 这个越趋近于0 是不是 表示它是符合Hypothesis 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这样子讲 我们先来 先看一下这个 所以呢 其实为什么我们要说 要用这个概念 很多时候你们在算数学 或怎么样 你只要想到这个原理 其实大概就没有 不会太难 所以k square 其实它现在就是在讲 原来我就是要去看一下 我的实验值 跟我的Hypothesis 有没有符合 好 那我们最好方法就是 把它剪剪看吧 剪了以后 看它的那个 这个距离 是不是越小越好 各位应该有学过 回归曲线吧 回归曲线 是不是有再去算 到底这些点 有没有回归 是不是要去算这个距离 是不是 不是 怎么搭好像很一头雾水 好 可是算距离有个问题 这个有可能会出现 什么样的问题 蛤 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相减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复数 很好 所以你要怎么减原复数的问题 继续 平方 还有呢 绝对值 ok 好 我现在其实要告诉朋友 有时候不见得一定要用平方 平方或许好用 但是绝对值也是可以去考虑的 好 所以我们当然我们现在 既然这边想开square 一定跟平方有关系 没错 这边就是用平方的方式 平方的以后 它就会呈现正值 那接着呢 我们就看一下 原来啊 可是你的hypothesis 不见得是只有一点 像梦德定律有3比1 那就两个点 如果有9比3比3比1 那请问一下 预测值有基数 有4个值耶 所以说它一定要把它总和起来 对不对 那它总和起来 它可能就是有乘一个基数了 除一个基底 所以说就是 就是相减只有平方 再除一个预期值啊 然后最后把它加总起来 然后看看这个值 是大还是小 如果很大 表示什么 表示它离得非常远 离得非常远 那一定不符合梦德的定律嘛 离得很近很近的时候呢 才符合你的hypothesis 对不对 要了解这个概念哦 所以说 其实就是小 才会符合hypothesis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来看 那你得 假设这个 这个值得到 得到一个值 那你怎么知道它 到底是离得远还是离得近 远近是你说的算吗 不对 要靠数学的证据 所以统计学家 就给你一个表 那你就要去查表 然后对照表之后 你就知道说 它到底是远还是近 OK 那这个地方 就 假设这个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我就先跟大家讲说 假设是3比1的比例 那你 观察是700多比200多 那你的预期值是750比250 这应该 当然就都会算 你观察在这里 相减了以后平方 然后再除以一个1值 然后你得到的是 第一个值是这样 第二个值是这样 把它加起来是0.53 那0.53 那0.53以后我跟各位讲说 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算 算完以后你要查对照表 那对照表它就要给你 那不可能叫你倍了 这个东西它就 你就去查 那P 你发现说 P的0.48 怎么去查呢 假设这个 这个值 你可以发现说 你的值是多少 0.48 0.48 你就去查一下 它是对在哪里 那基本上还有个N 还有个自由度 你看这里 这里是不是有 有时候有可能是3比1 有可能是9比3比3比1 所以说你的数值越大 叫做你的自由度 比N会越大 那它这个自由度怎么算呢 就是你这个总共的数目N-1 就是这样 那这个都是什么 这是统计学家 他们去认为 我说真的我也不晓得 为什么要-1 反正说到-1 就-1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N-1 所以你要去看这个地方 那0.48 落在哪里 落在这两个中间 所以说落在两个中间 你就对上去 它的P值 原来P值就是约在 0.2到0.5之间 那如果说精算的话 如果用内插法 或者什么去算的话 它大概就在0.48 OK 那0.48代表什么意思 P等于0.48 请问 P多少才有显著差异 你们认为认知 P值是多少 P值是多少才有显著差异 蛤 0.05 OK 那0.01有没有显著差异 蛤 谁说没有 你说的吗 谁说的 谁说 刚刚有人说没有吗 我想要听到为什么 你会觉得0.01没有 好 0.05 刚刚有没有人说 我只是想 没有喔 没有人说 好不好 那0.01 有没有差异啊 如果P小于0.05有差异 那P小于0.01呢 好 代表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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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浮合那个讲说 其实就是越显著差异嘛 对不对 OK 所以我问你喔 请问这样子 有没有显著差异 我算出来是有 显著差异 是0.05 可是如果这样子呢 我也算出来 有没有显著差异 一定有嘛 你这样都有了 这样子有没有显著差异 这个是标准 这个是差异 就是差异这样 如果说这个叫有显著差异 一定会叫显著差异 P等于0.05 或是小于0.05 那这样子呢 P会小于0.01 甚至会小于0.0001 P值越小 表示它离得越遠 就表示这个显著性差异 越大 OK 好 所以就是这样 你就知道说 原来啊 这个P值留在这边 所以它没有显著差异 那没有显著差异 的话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它就是跟这个是重叠的嘛 对不对 因为它没有很 离很远 那表示它跟它是叠合在一起 叠合在一起 比较什么 符合梦德的定律嘛 我们这个1 其实就是 假设是梦德的定律 那你今天就要去算 如果离得太开 就不符合 离得很近 就符合 就这样子 好 那 有些人就讲说 这个表 它有时候会给你这种表 有时候呢 它会给你这种表 哇 这个表就不好看了 这个表要怎么看呢 一样 开始贵算出来之后呢 开始贵是0.53 那你就要去对照 它到底自由度是1度2度3度4度5度 然后去插 然后发现在1度的地方对照过去 一样是0.48 所以说你就得到说0.48 就这样 OK 所以这边有讲到什么 我们不喜欢这个什么nual hypothesis 什么就是0假说 虚假说 你做一个假说 然后它是虚的 然后还要reject它 就是 因为富富又得正 那个有点乱 所以我都觉得说 反正你就只要去了解一下这个概念 就是说 你算出来一般来讲 我们如果说P P值 P值 没有显著差异 没有显著差异 表示什么 表示你的期望值跟你的观察值 是靠在一起的 那靠在一起就符合梦德的定律 对不对 这个 这个1就表示说是符合梦德的定律 所以说你只要算出来的话 它两个离了越近 它就符合梦德的定律 你的圆就不符合 那你怎么看你的近圆呢 你就要看P值 P值很大 表示什么 P值 应该讲P值很大 表示它靠得太越近 所以不显著 了解吗 要把它稍微转一下 因为P值不是越大越显著 P值不是越大越显著 P值不是越大越显著 各位应该要知道 好 这就是大概的一个概念 好 那再来 我们就 就是让大家练习一个这个 然后 下课的时候 就看看各组就上来写 这个 这个9比3比3比1的比例 你们各组要轮流写 我本来是说预期五个人 因为刚好前面已经有出现三个题目 现在出现还有两个题目 这个题目完了以后还有两个题目 所以大家来算 来 这个题目就是 就是你们可以上面看到这个 理论值跟期望值 对不对 然后得到这样的结果 P 它都已经告诉你了 其实理论上P应该要自己去查表 这个就是 P值 OK 这个其实也不用太算了 你看到说 Ki2 应该讲说 如果说得到P等于0.26 那你如果对到这边的话 0.26应该对哪里呢 来 有没有谁要指一下 0.26应该 你认为它的P值应该是在哪里 好你算出来的 sorry 应该讲说Ki2的这个值是4.16 没有 那请问你的P值是大概是多少 你怎么看这个表 来 有谁可以上来讲 你剩你就上来讲 2分题 要上台就2分 对 对对 你就 你知道你的P值是多少 因为它是4.16 来 它是4.16 所以你就先 找到最接近4.16的两个数字 OK 它是在0.2到0.3之间 那请问一下为什么是 是在那个 在那个区块 对 而 第一个你要看它的自由度 DF是3 所以说你要看那个 3的那个部位 我自由度是N-1 然后到 15除税是3 OK 是借在3.67到4.64之间 所以它P值大概就是0.2到0.3之间 对不对 好 没错 OK 2分之1 好 所以说我刚才其实这边有算 是跟你讲说是0.26 就是这样子来的 既然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那你就去算一下说 原来它也是 它到底是 有没有显出差异 它有没有跟预期值 它的P值是0.26 P值是0.26 有没有显出差异 没有 表示你这个值 你观察值或实验值 它是非常靠近hyposis 所以说有没有显出差异 没有 所以就是 就是混合嘛 混合就是符合梦的定理嘛 对不对 就是这样 好 结束 好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下一堂课 会 会再 请 各组 这个啦 这一题啦 这一题各组呢 不用啦 我们就直接 还是有谁要上来讲解 好 这个我们 之前呢 是请大家稍微看一下 结果很多人都已经做好了 不过这些有教作业的 我都给他加分啦 只是我想说 这个地方还是要请 两组同学 上来写一下 应该讲说 刚才都还没有上来的两组呢 看要不要 哪两组上来写 写一下 好不好 两组 谁要上来 哪两组要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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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边一组好了 你们 好 后面那边一组啦 OK 好 你们等下两组上来写 然后其他人先下课休息一下